目前在太平洋是有兩個颱風 而對台灣有影響的會是清台原規颱風 目前清台獅子災人對台灣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只不過我們要關注的就是清台原規了 清台原規呢 雖然現在距離台灣還很遠 但我們知道它移動方向是朝西北 而稍後就一朝西北新的方向來行進 會先影響到巴士海峽 而未來移動的方向也是每小時9公里的時速 算是很慢的 只不過這個颱風目前還在整合當中 有機會再增強 所以我們要特別留意的就是它的範圍了 它的範圍有可能會影響到我們台灣的南部 不過其實今天的上半天天氣還不錯 但如果您是下半天才要出遊的話 就要特別留意了 必須要攜帶雨具 而到時候呢 颱風影響到我們台灣最近的時候 就是禮拜一跟禮拜二 這兩天特別留意 颱風最接近我們 所以代表說整個外圍環流 都會影響到我們台灣 像是東半部跟東南部的天氣 以及東北部的天氣 至於在禮拜三禮拜四過後呢 天氣逐漸回穩 可是到時候吹的是東風 東風吹下來 迎風面地區像是東半部跟東南部 還是會有間歇性的雨勢 而繼續我們來關心的是 路上強風特報的部分 路上強風特報目前的範圍幾乎涵蓋全台灣 除了台北市嘉義市 南投縣跟高雄市之外 除此之外包含來雨綠島包含 澎湖金門馬祖目前全部都在強風的特報範圍 所以請大家特別留意 如果您稍後要騎車出門 就要特別注意一下上的天候變化了 另外是長浪預警 現在是國慶連假 不少朋友想要去衝浪 或想要去海邊關浪走走等等 但要特別留意了 在小琉球跟鵝丸鼻的浮標 已經觀測到了浪高1.5米的長浪 有可能會再爬升到2米長浪 所以今天要提醒在沿海地區的朋友們 沿海空曠地區 今天會有強風以及長浪 特別是在小琉球鵝丸鼻的朋友 你們就要特別留意了 今天如果長浪預警發布的話 那麼就不要到海邊 以免發生意外 另外是紫外線的預報 今天白天上半天天氣狀況還是不錯 基本上從北到南白天都是好天氣 而且都是過量到危險等級 高量到過量等級 所以要請我們的群台朋友特別留意了 如果您今天的白天要出門的話 防曬工作也是要做好 以及多多的補充水分 但如果您是下半天才要出門 如果要前往山區就要特別留意了 山區今天午後就會開始下雨 而明天一整天基本上都是像這樣子不好的天氣形態 除了西半部地區 所以明天的朋友要特別留意是明天的北部 東半部跟東南部地區都會下起雨來 另外是最後的與你聊天氣給您幾點提醒了 首先明天後天颱風最接近台灣 北部東北部的山區會有致災性的降雨跟好雨 請大家要多加留意 上禮拜五會有一波東北季風南下 到時候就會降溫了 可以開始穿起外套 所以要提醒大家喔 這幾天的天氣變化還蠻明顯的 如果家中有長輩跟小朋友的話 就要幫他們注意一下身體狀況了 衣服到時候一定要穿暖活 而到時候在中午過後呢 氣溫上會逐漸的下滑天氣轉涼 這一點請您要特別留意 以上是這一節氣象資訊 請坐下